警示局和泰国警方联手破获一个专门骗中国沿海各省民众的大型诈骗集团 嫌犯高达122人 分别来自大陆以及台湾 全都是青年级生 被称作青年军团 他们在泰国设点 骗了大陆民众之后 再把钱汇到台湾 泰国警方移送嫌犯一批又一批 被逮的全是年轻男女 连帽T恤潮流上衣全是青年级生 而他们通通都是诈骗集团成员 被称作是青年军团 泰国警方分了好几批代人 因为总共人数有122人 其中92个大陆女子30个台湾人 而这30名青年级生 已经是这个诈骗集团的干部 他们是认为说大陆地区 几十亿的人口 只要针对沿海地区 经济比较富裕的一些大陆人民 进行诈骗的话 成功率是很高的 假装是公安 然后就是拨电话到被害人那边 那请跟被害人讲说 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 那请他回到他指定的账户去 诈骗的手法相当老套 却也骗了不少大陆人 这是刑事局和泰国警方联手查获 当时还搜出了诈骗交战守则 超过20万的中国民众个人资料 以及400万元的赃款 泰国警方在歹人现场做笔录 而这里则是泰国清迈市区的豪宅 据了解这个诈骗集团 一共有12个像这样的据点 台泰警方三度联手 侦破两岸诈骗集团 也让不少遭到恐吓的 泰国马来西亚台商 掩余受骗 中文新闻吴家慧 蔡中峻台北 台湾报道